1月28日,荣耀在北京正式发布了旗下第二代人工智能手机荣耀V10 而虎哥、赵丽颖和孙杨三位明星的加持 让荣耀V10在人工智能、外观拍照以及速度方面相当值得期待 下面我们赶紧体验一下 荣耀V10,外观最吸引人的莫过于5.99英寸的全面屏了 虽然拥有超高的屏占比 但依旧保持了5.5英寸手机的握持感 而前置指纹和内屏原调屏幕设计保证单手操作毫无压力 相机方面,荣耀V10拥有后置2000万AI变焦双摄 彩色加黑白镜头的非对称组合加上PDF双合对焦技术 不仅对焦更快了,而且样装清晰不模糊 是时常景识别、大光圈、人像模式等功能 让你在拍摄时也能充满乐趣 荣耀V10搭载了人工智能芯片70970 使得V10的性能表现高于苹果A11等主流芯片 所以王者荣耀等大型游戏都能轻松carry 再加上荣耀V10拥有3750mAh大电池 以及自带的5V 4.5Ah超级快充技术 续航和充电的表现都相当强劲 荣耀V10运行基于Android 8.0深度定制的Emotion UI 8.0人工智能系统 日常使用起来非常流畅 这次荣耀V10还加入了人脸解锁功能 而且指纹识别也没有被丢弃 配合台外亮屏这个功能 用户在抬手时对着脸就可以瞬间解锁 不仅识别速度快 给用户的体验感觉也非常好 售价方面 荣耀V10起售价为2699元 最高配的6加128G版本为3499元 在华为商城等六大平台已经开售 好了这次荣耀V10上手提案就到这里 相信你也清楚了这台全面屏手机的威力了吧 还不赶紧买买买